欢迎收听由大灰狼为您播讲的摩天记第126回 黑灵慧的出现 如此的诡异 各大宗门在玄京的监察弟子自然大都都想打听其真正的底细 但是可惜啊 此势力成员呢 一向是神出鬼没 并且还要在人前露面 根本毫无收获 也查不出其真正主事之人 到底是谁 现在 棉老在他面前一下子提起此会 自然让柳明心中一动啊 哦 前贤弟也听说过这黑灵慧的大名头 这也不奇怪啊 对我们散修来说 黑灵慧可是玄京中最不能招惹的三种势力之一 毕竟此会成员十分隐秘 而且还大都是擅长刺杀之道的邪修 我等这些散修若是得罪了 恐怕怎么陨落掉的都不知道 自然是能有多远咱们就躲多远吧 造袍老者文言微微一笑 除了这黑灵慧之外 还有能两大势力不能招惹呀 柳明很是好奇 那当然是朝廷和五大宗门了 你若是得罪了其他大势力 大不了连夜就逃出了玄京 他们也就奈何不了我等这样的散修了 但若是得罪了朝廷和五大宗门之人 就算说你离开了玄京 但是只要还在大玄国中 就没有办法逃脱追杀的 那五大宗门不说了 他们才是大宗国的真正的主宰 留在玄京中的各宗的监察使者 更是神秘至极的人物啊 一般人那根本没有办法见到 而朝廷的却是五大宗国 扶植起来的世俗势力 虽然说不允许有灵师与上存在 但所属银林级炼器士 可是数以万计 聘用金灵级的灵徒克卿 也足有数百之多 只要朝廷于认真 横扫玄京大小势力 也只是一句话呀 只是玄京现在有这么多的势力 同时存在 也是朝廷啊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的缘故啊 多谢缅兄提醒 小弟也算是明白一些了 柳明点了点头 同样若有所思 接下来二人交谈片刻过后 缅老呢就起身告辞了 不过老者离开厢房后 却直奔潜伏大厅而去 在那里 钱超 这名百邻居东主 正在和弥夫人说着什么事 脸上呢 隐约可见一丝怒气 但等他目光一转 看到灶袍老者之后 当即就换上了笑容 起身站了起来 啊 免老 你终于回来了 你老可探出这钱先生的意思 是否愿意做我百邻居的客卿啊 惭愧啊 老朽恐怕让冬主失望了呀 钱道友话中的意思 还未透露出加入百邻居的意思 不过他似乎要在玄京多待上一段时间 短时间之内他还是不会离开的 哎呀 这可有些可惜了 不过没关系 只要钱先生不是马上离开玄京的话 我们百邻居就还有机会拉拢 可惜啊 那兵银草我们百邻居居然没有 还要去其他的商铺搜集 恐怕这要多花费一些时间呢 弥夫人文言先是怠霉一咒 但是又接着说道 兵银草的事情 我已经督促火急去做了 只要玄京有此灵药 就一定能够找得出来 现在关键的是 三王爷 尹魏 已经帮我们查出了 先前在闲京外 截杀夫人和虎儿的元凶 果然是聚保楼的木胖子指使的 聚保楼在生意上 和我们百邻居原本就是对头 外加旗背后的九皇子 和东主背后的三王爷 也是一向食火不容 会做出这等事情来 我看到毫不稀奇啊 兵老一脸胡须说道 我已经派人盯着木胖子了 他倒是激进得很 现在呀 整天就躲在府中根本不出门 不过我已经吩咐下去了 让郡州分店 再加大打压 聚保楼的争议 这一次事情绝对不能就这么算了 否则的话 我们百邻居还如何在玄精立足 夫君不必动诺 其实相比报复聚保楼的事情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 还是这一次的拍卖大会 一定要成功 不要忘了 为了这一次的拍卖权 我们百邻居可是付出了惊人的代价 绝对不能失败 但是到现在为止 足够的压轴的拍卖物品 可还是没有找到啊 弥鱼夫人有些发愁 一听美艳夫人这么说 金袍男子的脸上的怒意 终于消失了 她略沉饮过后 却胸有成竹 夫人放心 我昨天刚刚收到的消息 另外的压轴物品呢 已经在一处分店找到了 并且呢 正和其他拍卖品 在运往玄京的途中 绝对不会 误了拍卖的时间 什么 已经找到了 这可真是太好了 不过那具保罗 不会再对这些拍卖品出手吧 呵呵 不用担心 押运安全的问题 这一次 我不但连夜 让其他两位客卿 出京去接拍卖品 还将三王爷影卫 也派出了一队过去 绝对不会出问题的 三王爷影卫 那可都是 炼气室当中的 真正的强者 外加 还有其他两位 道友同行 我看的确 是万无一事啊 是啊 不过 这次拍卖会的 场所安全 那也是十分的重要 我要和你老 再多商量一下 此事 您看 这拍卖场所的禁止 紧袍男子 神色一缓 又和灶袍老者商讨起 和拍卖有关的 其他事情 同一时间 柳明将女童 留在厢房中 自己呢 就悄然的来到了 前府后门 守在门口的 前府家丁 自然认得柳明 这位府中贵客 不敢阻拦 急往打开了后门 让柳明走了出去 柳明一走出 前府后门 只是左右看了几眼 就沿着门前的一条小路 来到了不远处的 一条大街上 并很快的 混入到人群中 再来玄境之前呢 他早就将玄境一些 主要街道的地图 铭记于心 故而走在街道上 倒是丝毫不见陌生 柳明东拐西绕 很快横穿数条街道 最终出现在了一个 静悄悄的巷口前 并骤然一闪 没入其中 没过多久之后 一个面容普通的 灰袍人 看似随意的 走到了巷口处 目光有意无意的 朝小巷中一扫 却脸色 为之一变 明明是死胡同的 小巷中 空空如也 哪有丝毫人影存在啊 灰袍人大吉之下 再也顾不得其他 急忙冲入巷口 想要寻找一丝 蛛丝马迹 可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他背后进风一起 只觉 博锦出一腾 就两眼一黑 翻身倒地了 这个时候 他身后处 原本看似毫无疑物的地方 淡淡灵光一闪 柳明身形 当即浮现而出 目光一扫地上的灰袍男子 淡淡自语 前连这般简单的障眼法都看不破 看来只是一名普通人了 随着他单手呢 朝地上虚空一抓 原本动也不动的男子 顿时腾空而起 被其一把抓住衣襟 提到了近前处 另一只手呢 则在男子身上随便一搜 却空空如也 并没有什么收获 柳明眉头一皱 突然一张口 冲男子面孔 昏出了一团黑光 原本看似昏过去的灰衣男子 当即缓缓苏醒了过来 不过在睁开眼皮的一瞬间 顿时对上了 散发着淡淡白光的 另外一对目光 顿时男子神识一沉 双目开始呆滞目然 同时一个仿佛 从极远处摇摇传来的声音 在耳边响了起来 你是谁 谁派你待在前府外 跟踪我的 一盏茶的功夫过后 当柳明单手一松 灰衣男子就再次昏迷 倒在了地上 据保龙 看样子是板邻居的对头 不过倒和我关系不大 先不用理会 柳明自言自语 目中白光已经恢复了正常 刚才他施展倒并不是什么搜魂手段 只是依仗自己强大的精神力 施展的一种催眠手段罢了 虽然说此种手段 对付拥有法力的灵徒呢 并没有什么效果 但是对付普通人和一些低级的练气势 那还是绰绰有余的 这个时候 柳明再次单手一掐发掘 体内一阵暴声响起 身形竟然一下子狂战了两倍有余啊 化为了一名虎背雄腰身材魁梧之人 接着 他两手往脸上一阵摸弄 又变成了有几分凶恶的标形大汉的面孔 柳明一手往胳膊上一拍 当即那名虚没罗一现而出 绿往其中注入法力过后 光霞一卷 一件黑色的衣衫就凭空出现 他将身上的青袍脱下 再顺手塞进虚没罗将黑衫换上 随之大摇大摆的走出了巷口 一个时辰过后 一辆看似普通的马车 飞驰出了玄京西门 飞也似的来到了城外一座景色秀丽的小山前 马车一停 车门打开了 柳明所化黑大汉从车中跳了下来 抬头就扔给了车夫一块银子 沿着山路向山上走去了 一顿饭的功夫过后 他就来到了山腰处 一座看似宿静的小罐 这道罐占地不过一亩 大门紧闭 并有一堵珠红石墙围着 但是远远看去呢 里面大殿厢房夹起来 也不过五六间 柳明抬头看了看 道罐大门上悬挂的小青罐三个字 当即微微一笑 几步走到道罐门前 靠了一几下门上硕大的铜环 谁啊 若是上乡解盟的军事 请述本官现在暂不接客 冠主他老人家最近正在闭关 无法替代贵客啊 里面传出了一个清脆的童子的声音 柳明文言神色微微一动 我是冠主的远房亲戚 有要事特来相见 什么 关注亲戚 那请客人稍后 一阵小跑船来 大门缓缓打开 从里面走出了一名 十二三岁模样的清秀道童 满脸差一支色的看着柳明 我这儿有一件信物 拿去给你们贯主看一眼 他自然就知道我是谁了 柳明看了道童一眼 不客气的 从袖中摸出了半块 玉佩直接递了过去 好 那请居士稍等 我去去就回 道童犹豫了一下 还是接过了玉佩 并将大门再一次的关上 柳明见此双目微微一眯 但是没有说什么 在原地默默等候 一会儿的功夫过后 大门打开 那道童再次现身 便有一些歉意的躬身一礼 居士请进吧 灌主已经出关 并在厢房内等候 柳明目光再扫了一下道童几眼 二话不说 大步向前 于是在道童带领之下 他走进了道观 穿过了大殿侧门之后 就来到了道观 后面一座 另有十墙隔开的院落当中 里面呢 有一间看似幽静的厢房 这位居士 你自己进去就行了 关主就在里面 好 你是不是还忘了什么东西啊 柳明回头向道童问了一句 啊 哦 对了 这是居士先前的信物 还请重新收好 那道童先是一愣 马上醒悟过来 从怀中将先前那块玉佩取了出来 双手一捧 递给了柳明 柳明点了点头 手臂一动 一只手一抓而去 咔嚓一声 柳明手臂突然暴涨一截 手掌竟然以不可思议的角度 搂住了那道童的脖子 只是一抖 竟让他其脖颈干脆的一扭而断 道童当即惨叫声都没发出 就毙命了 柳明五指一松 道童尸体软绵绵的倒了下去 几乎同一时间 院落两侧的墙壁上 突然浮现出了无数戏孔 接着破空之声一响 尽有密密麻麻的弩剑 从中击射而出 并化为了无数寒芒 向柳明击射而去 柳明眉梢一条 袖子一抖 竟亮出了早就准备好的青月剑 只是略意舞动 偏偏剑影狂涌而出 将其身形全部淹没了进去 那些弩剑一接触这些剑影之后 竟纷纷的暴力而开 化为了一团团赤焰 熊熊燃烧 但是下一刻 突然剑影中柳明一声长啸 发出剑气一声之后 所有的赤焰竟一卷而入 纷纷是溃散而灭了 随之 剑影中恒光一闪 各有数道青色剑气 连结仪器向两侧墙壁横着斩去 不好快闪 当即两侧墙壁中发出了惊呼 青光一闪 剑气就将没入墙壁中不见踪迹 随之惨叫声大作 两侧墙壁从半截一倒而下 从中献出了七八名白袍人 这院落两侧的墙壁 竟是中空之物 这才能让人藏在其中 而这些白袍人手中 各自持着一张淡黄色的连弩 但在下一刻就化为了两截 而纷纷倒地毙命了 柳明刚才放出了几道剑气 不但说将墙壁一闪而断 将里面所藏的白袍人也尽数地一闪而灭 可就在这个时候 柳明猛然一堕足身躯竟然冲天而起 同一时间地下泥土却突然一分 冒出了一对寒光闪闪的钢罩 堪堪未能抓住柳明双族一落而空 柳明手中轻月剑往下方虚空一展 一道仗许长的剑气一解而下 松地声下方地面一下子崩溃而开 一道淡黄色的人影就从泥土中击石而去 向一侧一逃而走 柳明神色不变 但突然伸出了一根手指 冲下方剑气一点 轻蒙蒙的剑气猛然之间在途中方向一变 也随同黄色人影一卷而去 并将其瞬间淹没进了寒光当中 这个却是柳明依仗自己强大的精神力 硬生生地改变了剑气的方向了 与之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观众收听摩天记第127号